盘点蛋仔岛出现过的三种蹦床 很遗憾 它们都被官方删除了 快叫上蛋搭子一起来看看 这些蹦床 你们都玩耍过吗 首先来看 一种被官方删除的蹦床 它是圆形紫色蹦床 如果你曾经在圆形紫色蹦床上方玩耍过 那么请为被删除的它点个赞吧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曾经圆形紫色蹦床 就出现在蛋仔岛打工蛋NPC的左侧 可是随着新版本蛋仔岛的更新 我和学姐来到了NPC打工蛋的左侧发现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再来看被官方删除的第二种蹦床 它是生长在地面之上的蘑菇蹦床 曾经蛋仔跳上蘑菇蹦床后 就可以瞬间被弹飞至蛋仔岛的 午夜剧院建筑物的房顶上 也是非常好玩的 而曾经蘑菇蹦床所出现在蛋仔岛的位置 它就在盲盒店建筑物正下方的午夜剧院后侧 可是我和学姐发现 随着新版本蛋仔岛的更新 盲盒店是存在的 可是在盲盒店的下方 已经没有午夜剧院 也没有蘑菇蹦床了 再来看第三种被官方删除的蹦床 它是方形紫色蹦床 曾经方形紫色蹦床蛋仔跳上去后蛋仔 就会被弹得飞起来 在空中短暂停留 方形紫色蹦床面积很大 可以弹起两只以上的蛋仔 一起在空中玩耍 我到现在 我还记得曾经方形紫色蹦床 出现在蛋仔岛的位置 是在蛋仔岛商店建筑物电动扶梯的左侧 可是随着新版本蛋仔岛的更新 我和学姐发现 在商店建筑物电动扶梯的左侧 也已经没有方形紫色蹦床了 它也被删除了 小伙伴们方形紫色蹦床 和蘑菇蹦床 以及圆形蹦床 就是三个被官方删除的蹦床 很遗憾 他们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蛋仔岛 在未来没有他们陪伴的日子中 你们会想念他们吗